好了,买好票了 大家好,我现在在吉林长春 维满皇宫博物院 末代皇帝那本电影大家都看过吗 这里就是末代皇帝溥仪 当时在东北的皇宫救治 他当时被从北京紫禁城里赶了出来 然后被日本人带到了这边 建立了一个傀儡政权 维满洲皇宫博物院 位于吉林省长春市光复路北侧 博物院的前身 就是清朝的末代皇帝爱心觉罗溥仪 在充当维满洲国傀儡皇帝时居住的宫殿 说是皇宫吧 它和紫禁城比起来那小多了 但是这座宫殿的建筑水平和工艺 也是当时亚洲最先进的 溥仪我相信大家应该比较了解了 如果有不了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电影 或者他的自传《我的前半生》 溥仪在918事变以后 就在吉林长春进行了第三次登基 号称康德皇帝 之后一直到日本投降前就一直居住在这里 也可以说是被软禁在这里 现在我们所处的这座富丽堂皇的大殿 叫同德殿 是皇宫的主殿 同德殿的名字取于同心同德日满一心 也是令我感到非常的恶心 可见当时日本人为了侵略中国 真的是想尽了方法 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是同德殿的二楼 二楼本来是设计给溥仪和皇后宛容 作为寝宫的 但是溥仪觉得日本人在这里装满了监听设备监视他 所以他从未在这里居住过 后来一直等到李玉琴嫁给溥仪之后 李玉琴生活在这里 而一楼是溥仪处理政务和娱乐的场所 处理政务不见得 但是娱乐的场所是非常的丰富的 有台球室 钢琴室 甚至还有一个电影放映厅 而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座姬西楼 才是溥仪以及皇后宛容和妃子谭玉琳居住的地方 姬西楼的名字很好 是取自于诗经 与姬西尽纸 象征着前途一片光明 然而溥仪却在这里度过了14年的傀儡生日 后来当溥仪意识到自己只是日本人的一个傀儡之后 便很少离开这里了 溥仪居住在这栋楼二楼的西边 皇后宛容居住在二楼的东边 而妃子谭玉琳居住在一楼的西边 先来说一下婉容吧 婉容皇后在溥仪还居住在紫禁城里的时候 就已经是皇后了 那个时候还有一个妃子叫文秀 后来溥仪来到了长春 其实婉容没有过来 一直到1932年 婉容是被日本人骗过来的 要知道 文秀在1931年 在天津和溥仪离婚了 溥仪认为文秀和他的离婚和婉容有关系 所以说婉容来到这里之后 被日本人控制 监视 开始了他非常悲惨的命运 因为溥仪已经厌弃他了 他就只能整天躲在房间里面吸食鸦片 后来又因为太寂寞了 与世卫通奸 诞下一女 小孩呢又被溥仪和日本人残忍的杀害了 还骗他说小孩被送走了 后来婉容就得了精神疾病 整天就是疯疯癫癫的 然后吸鸦片 最严重的时候 双腿已经不能够行走了 就这样 直到日本投降以后 1946年 婉容病逝于严吉的监狱里面 连有没有被安葬都不知道 那说吧婉容 再来说一说谭玉玲吧 谭玉玲和婉容不一样 他1937年就入宫以后 深得溥仪的喜爱 与溥仪的感情非常好 但同样悲惨的是 谭玉玲在仅仅过了五年之后的1942年 突然间在这里病逝了 溥仪在战后对日本人的罪行进行指证时 曾控诉 谭玉玲就是日本人害死的 现在看到的这间真是溥仪的卧室 上面说溥仪和我们很多现代人一样 都是晚睡晚起的 这里是卫生间 这上面说什么呢 这上面说溥仪每天早上起来以后 要在马桶上坐很长时间 看各种各样东西 他有时候甚至在马桶上面批乐奏章 这里还有专门的理发师 最后我要讲的就是这座秦明楼 秦明楼的名字取自清皇室的祖训 敬天法祖 秦政爱民 和姬西楼一样 也是有着美好的寓意 可见当时溥仪刚到这里来的时候 还是充满希望的 在1934年 溥仪就在这里 举行了他人生中的第三次登基大典 这里是他签订出卖东北主权的 日满一丁书的地方 在秦明楼 还有着富丽堂皇的次宴厅 从佟德殿的走廊 往外看就可以看到这一片冬域花园 这里也是有一只小松鼠 大家都在围观 走在这一座中西日 风格混搭的宫殿里 我似乎能感受到 这里并没有作为中国皇宫的气势 我在这里只能感受到日本人侵略中国的野心 还有溥仪以及他身边人的那种痛苦 压抑 无奈 以及恐惧 我不去评价 溥仪一生的所作所为的对与错 只是在这里游览之后 我似乎更能感受到一些 作为末代皇帝的悲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开开门 而现在我站在这扇门外 给这段历史挥挥手吧